歡迎收看Deals and Box睡前開箱 優惠多更多趕快爆一波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唷 手殘檔也能拍影片 各大網紅YouTuber都在使用的 大江口袋雲苔機 再過來另外還有要跟大家分享 明星都在用的智能頸椎按摩儀 我們今天還要抽出一名幸運的觀眾 來得到這個按摩儀 怎麼抽獎呢? 首先就是把我們這個直播 分享到你的Facebook主頁上 設為公開並且tag一位好友 旁邊記得要留言 Deals and Box每週四晚上9點直播 我們會在今天這期直播結束前 抽出一位幸運的觀眾朋友 最後我們還有台灣夜市美味秋佳餐館 要給Walkout讀者什麼樣的優惠呢? 哈囉哈囉各位這個WalkoutLA的讀者朋友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生活小幫手菲菲 我們的睡前開箱呢 是一個洛杉磯的網路直播購物節目 然後我們會在每週四晚上9點 在WalkoutLA的Facebook進行直播 會由菲菲來跟大家酷手開箱 各種居家好物 然後評測流行美妝 開箱一些科技3C的新品 還會試吃我們現在當下很夯的零食 跟餐廳優惠報給大家 所以呢如果大家還沒有幫我們追蹤 我們的Facebook YouTube WeChat 還有Instagram的話呢 記得趕快追起來才不會錯過 這麼多優惠的資訊 哈囉哈囉 歡迎大家加入我們的直播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久沒有看到菲菲了呢 我需要我們的小編也來幫我這個 用一下這個直播 這個我們的小編幫我開一下 大家有沒有感覺很久沒有看到我了 我也很久沒有看到你們 真的是為了籌備這個我們新的節目呢 我們企劃製作團隊呢 希望可以呈現更好的內容給觀眾朋友 所以我們休息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啦 不過呢現在就是 菲菲就是回來要跟大家見面了 所以之後每個禮拜四晚上九點 都會有我在這邊跟大家見面 那我們如果有新進來的觀眾朋友呢 記得趕快幫我們分享一下 你參加到我們第一期的節目喔 好不好 我們今天第一期的節目呢 喔有嗎有大家進來了 哈囉哈囉捲舌捲起來 沒錯沒錯就是我的招牌拍手 哈囉歡迎大家歡迎大家 對大家現在趕快幫我們分享好不好 我們今天要抽獎喔 今天抽的這個超棒 價值有100美金這麼多的智能按摩椅 那如果剛剛大家才剛進來的話呢 菲菲再跟大家說一次 就是把我們現在這個在直播當下的這個頁面呢 分享到你的Facebook個人主頁上 要設公開喔 然後呢趕快tag你一位朋友叫他來看 並且要在上面寫 Deal and Box 每週四晚上九點直播好嗎 就是要打這一行字好不好 如果不知道要打什麼字的呢 我們小編現在在留言區已經幫大家打好了 你們就複字貼上 然後再tag你另外一位好朋友 叫他趕快來看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呢一樣是有非常多的 我真的覺得今天東西超級好的 因為呢跟大家聊天一下 反正現在在等大家進來 我今天呢要做這一期前 我就很認真的看了我們今天要開箱的產品 然後我也抱給我的親朋好友說 我覺得我今天要介紹的產品真的很棒耶 我自己連我自己都很想買好不好 所以呢大家還沒有這個 剛進來我們直播間趕快幫我們分享一下喔 然後呢 嗯 那個tag有位好友留言說 有在這個post的下喔 喔好好 tag那個好友幫我們tag在這個留言裡面 好不好 我們現在留言區呢 大家已經可以開始 大家可以已經開始留言了 你就留說 我要tag我們的 WalkoutLA好不好 tagWalkoutLA 然後呢旁邊寫說 Deal and Box 每週四晚上九點直播 在留言區 欸我自己可以留嗎 應該可以吧 因為我也很想要抽到這東西啊 哈哈哈哈 流起來 流起來 我跟你們說這真的是很棒 我們今天要抽的是 智能 呃又時尚又實用 然後又輕便的頸椎按摩儀 好嗎 對然後呢快點快點 這個佩佩也要來也要來留言一下了 喔大家現在 快點囉 在我們直播間底下的留言區 tag一位你的好友 然後呢幫我們寫 Deal and Box 每週四晚上九點直播影 蛤我也可以那個嗎 我也可以嗎 我也可以是不是 那導播現在也可以喔 導播快點喔 現在日 你已經搶先我一步了 唉唷這樣不行這樣不行 來來來來 大家我們新家的朋友 趕快幫我們留言一下 這個我真的是很想要 其實我是很想要買給我的家人用啦 因為呢我家人感覺就是 呃 其中有位家人是造型師 然後造型師就是你知道 常常站著 然後手又要一直這樣子 在染燙燙頭髮 他肩緊感覺都很緊 所以我打算要來 想要看小編是不是 小編待會 我會隨時隨地把它cue進來 大家現在有在線上嗎 欸有有有欸 好好好我也要留言 那我要tag誰啊 我tag我們導播可以嗎 哈哈 這樣你個人的FV會不會流出去欸 應該沒關係吧 好我tag一下喔 大家趕快進來 幫我們tag一下喔 欸我的我們導播在哪裡啊 在這邊在這邊 然後呢如果大家 我看一下喔 What was it again Deals and Bucks 每週四晚上九點直播ING 好嗎來 我現在呢就是 來幫大家 來幫大家 幫你們打 然後你們就複製菲菲的 好不好 複製菲菲的把它複製貼上 等一下喔 每週四 喔這個中英文要切換一下 每週四 晚上九點直播 好 我tag好了 我留言了 好不好 大家有看到菲菲的留言嗎 就是 沒錯就是我的 我的那個 粉絲專頁的留言 然後大家 趕快喔 就把這個複製貼上 待會我們要來抽出 在節目的最後 我們會抽出這個按摩椅 好嗎 哇真的是 歡迎大家 歡迎大家 我們現在有48位朋友在線上 然後我也很 菲菲也很希望大家可以 在這個多多跟我留言互動 然後跟我們 跟我說你是住在哪一區的 例如說我是住在 什麼 Chino Hills 或是我是住在 San Diego 我是住在北加州 或是甚至有台灣的朋友 好不好 都可以幫我們留言一下 這樣子我之後 要做一個小小的市場調查 我才知道 那我們要多收集哪一邊的 優惠情報 這樣子來報給大家好嗎 很多人嗎 很多人沒錯 快點我跟你們說今天要抽這個東西 真的很不錯 因為呢 我剛剛其實自己也偷偷的試用一下 想說要報好東西 給我們觀眾朋友 我自己一定要先使用一下 對所以我剛剛試用一下 我覺得不錯 很適合 跨聖誕節可以送禮好不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大家都幫我們留言囉 好不好一邊吃一邊看嗎 可以可以可以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進入 我們第一單元 開箱時間 由菲菲幫大家 嚴選的這個好物產品 是什麼呢 好的 首先呢第一部分 我們這個菲菲嚴選 大家現在知道就是素人網紅 就是很多都是靠著影音平台 變成網紅吧 就素人很多都是靠著影音平台 變成網紅 但到底這個在 如果今天我們有讀者朋友 是新手想要嘗試 自己經營看看自己的YouTube 或者是開始拍一些比較專業的影片 會有需要什麼樣子的器材或是設備呢 接下來呢 因為這個菲菲自己也是有在拍影片的啦 所以呢 我也是有我自己的YouTube頻道好嗎 我待會自己留言宣傳一下 對所以呢今天 因為你們知道現在看影片的人這麼多 然後使用者就是創作者這麼多 然後觀看者也這麼多 現在其實很多的相機市場呢 他們都是默默的一直在推出說自己是很輕巧 很好用 很可以讓你隨時隨地都記錄生活的 很多的Vlog相機 那今天呢 菲菲幫大家嚴選的這一個 這真的很棒耶 喔怎麼辦 我自己每次講的都好想買 今天呢 我們要介紹這台就是手殘人 好不好 你手很殘 不知道哪個角度比較好 你也可以靠這台輕鬆的來記錄你的生活 就是呢 眾多Vlogger他們都有在用的 大江Osmo Pocket這台口袋雲排機 它有多紅呢 你們知道像這個露韓 大家知道露韓吧 很有名的 就是 就是 叫什麼 韓星嗎 現在不是韓星的 當然就是明星 然後像歐陽娜娜 還有像成學東等 他們就是不是都有在經營一些社群平台的影音平台嗎 都是在用這個來拍Vlog喔 對 連這個馬斯承 大家知道馬斯承的紀錄片 也都是有使用到這一台的 因為呢 金馬獎影后 金馬獎影后 對 跟那個祝多雲一起拿雙影後的那種 喔 對 就他們現在很多真的很多人都在用它 那 到底為什麼會這麼多人在用它呢 因為它真的太輕巧太方便 我們現在讓大家看到 有沒有看到它手上哪一個很小的東西 但是好像有點看不太清楚那是什麼 喔沒錯 就是今天菲菲要來跟大家開箱的這一個 口袋雲台機 它是 據說可以讓你 隨手記錄 好不好 隨手不用什麼技巧 你就是拿出來 開始拍 就可以拍出很棒的東西了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要請我們小編幫我拿進來 好不好 我們介紹的這一台呢 是 DJI Osmo 的 Osmo Pocket 大江雲台口袋機 沒錯 就是這麼小台 就是這樣子 就是他們剛剛 照片裡面手上拿的這麼小台 然後呢 菲菲現在手上這一個呢 它是有一個收納套的 對 我拿出來讓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它呢 厲害在哪裡 它厲害就是厲害在 它是現在市面上 最輕最小的一個三軸穩定相機 就是它主打就是 它體積超級小 然後呢 拍出來的照片 拍出來的影片 非常的穩定 非常的好看 我看一下喔 大家有說什麼 對對對 第一次看 什麼什麼東西 留言多多留意他們 好大家趕快幫我們留言 待會要抽獎喔 好不好 那這個 DJI Osmo這個穩定器呢 其實我說真的 如果 其實我覺得不管是老手 想要拍影片 或是新手 想要嘗試經營自己的影音平台 或者是你平常只是想要 隨手拍一下 像是家裡的小朋友啊 或者是什麼運動會 這種隨身的紀錄 不管是哪一類型的影片 最重要的呢 就是畫面要看起來穩 就是畫面不會晃來晃去 那這個跟很重要的 這個畫面的穩定度跟相機呢 有很重要的關係 就是第一個就是相機的重量 因為你如果相機太重 你就拿了以後就會一直抖嘛 那像這個呢 它超輕 它這一整個機身 只有116克 真的很輕 就是連 你這個常常喝咖啡 然後手會比較抖的 或者是 或是像女生朋友 女生朋友可能就是 手的力量沒有辦法 就是很長 很長期的這樣子握著大台的相機 這個就非常的適合 然後呢 再過來呢 很重要的就是呢 我今天有幫大家小小的測試一下 好不好 就是菲菲呢 用我自己的 我的iPhone 然後跟這一台 對 這個是菲菲在奔跑的影片 是我在奔跑喔 就是我右手拿著我的iPhone 然後我左手拿著這一台 我是在奔跑 我這個不是分兩次跑喔 沒有那麼多時間好不好 我就是一次把它跑完 對 沒錯 就是你們可以看到 剛剛拍出來的畫面 其實是真的非常的穩 然後呢 這個呢 就是也很輕 所以它在拿取的時候 就是你不會拿著 就覺得手很痠 或是很容易就 就是會 跟那些很專業的相機 比起來的話 就是非常的輕巧方便 再過來呢 我們看影片 也是希望可以看到 畫質比較好一點的 對吧 然後呢 它這個厲害就是厲害在呢 它 呃 現在我們畫面上的這個呢 是 可以看到它在比較昏暗一點的環境 有沒有看到我的狗狗 左邊的狗狗 看起來顏色比較清晰 啊沒有錯 就是這一台呢 它的這個鏡頭是搭載 一百一千兩百萬畫素 然後它的這個廣角呢 等一下我先把它開機 讓大家看一下 它的這個廣角呢 是有80度這麼廣 就是廣角的部分是80度 然後鏡頭是一千兩百萬畫素 而且它還可以錄4K 就是現在最新 大家連電視啊 相機啊 然後手機大家都在追求4K 它這麼小台 它也有4K 就可以錄出4K的畫質 以及慢動作跟全景照片 所以其實它不只是錄影跟拍照而已 它還可以錄4K的畫質 還有就是慢動作還有全景的照片 而且就是你們可以剛剛看到那個影片 就是它夜拍的畫質 其實是比我們隨身 像用手機或是你是拿iPhone 它的夜拍的畫質是非常好的 而且呢 它還有一個很棒的功能 算是也沒有到超棒啦 但是我覺得算是貼心的功能 就是呢 它有人臉追蹤的功能 它可以追蹤這個人臉 待會待會我們後面 好不好 要追蹤菲菲的人臉給大家看一下 對 就是它整個這個鏡頭 還有它的設計跟穩定的效果 就是有助於整體畫質的提升 再留一次嗎 好喔 有閃光照明之類的嗎 沒有耶 這個沒有閃光照明 但是它的夜拍效果就是 在晚上其實已經算是不錯了 你就是 我跟你講你就是拿這台 你可以用你iPhone的那個燈 稍微照一下 好不好 它現在內建是還沒有這個功能啊 但是呢 以夜拍來講的話 其實在跟手機比已經算是蠻厲害了 然後呢 接下來如果大家有想要就是 嘗試想要拍自己的生活Vlog 我必須分享我自己最常遇到出去拍影片 最常遇到的問題就是 我的電池很容易常常沒電 尤其是你出去旅行 你想要多拍一些東西的話 我自己隨身都是需要兩顆電池 欸我的相機可以拿進來給大家看一下嗎 因為我今天想要記錄我們今天這個第一 第一集的Deals and Box睡前開箱 所以我自己也帶了我平常在拍Vlog的相機來 沒有錯就是這樣子好不好 如果大家在街上有遇到一個拿著這台相機 還有這個三腳架在外面走的就是我 好吧 對就是我今天我今天也帶這個出去說 反正呢就是它的這個電呢 它就是充90分鐘就可以充飽 然後它充飽以後可以用長達140分鐘 就是你持續拍喔 持續拍可以拍140分鐘 對所以其實 而且而且你知道它這個很好就是 它是USB充電的 所以等於說 假如說你今天出去吃飯或是什麼的 你想要休息一下或是它沒電了 你就吃飯的時候 讓它接你的行動充充電保 讓它充一下 然後90分鐘以後 又是新的 所以這個跟其他的相機比起來 我覺得算是 也雖然是蠻方便蠻適合 在日常生活或是日常旅行裡面來使用 哈囉哈囉 歡迎大家請問多少 不要急不要急 我們後面它還有很多好處 還沒跟你講好不好 還有很多不要急不要急 對那它這個操作介面功能呢 我讓我們這個小的小的相機看一下好不好 其實它很簡單 大家現在看到我 它其實就只有兩個鍵 就是呢 這一個是開機鍵 然後呢 這一個是開始錄影鍵 就是你按一下它就會開始錄影了 然後呢 你如果想要把它這個轉向的話呢 等一下喔 拿一個鍵 按三次 一二三 你們有看到它轉過去了嗎 然後再按 不小心拍到我們 拍到我們導播 唉唷我的媽呀 趕快轉回來 好趕快趕快轉回來 拍飛飛 對就是它主要呢 是在這兩個鍵上面來操作 然後當然它的螢幕上面 就是也可以操作一些簡單基本的功能 例如說你要換成拍照 或者慢成慢動作 那你如果想要比較進階一點的來操作它的話 其實呢 它還可以 我覺得它很棒耶 就是它可以連結 來來來 菲菲現在直接連給你們看好不好 它是可以讓你的手機 就是你只要有iPhone 或者是一般Android的手機呢 你們可以看到它現在旁邊 欸我這小鏡頭再一下 它這邊有一個小小的這個 USB Type-C的這個接孔 然後它其實來的時候有兩種 就一種是for iPhone的 另外一種是給Android用的 它呢 就是可以接上你的手機 然後你去下載它的APP 就是它有一個專門的APP 登登 欸這樣是不是在拍誰 在拍我嗎 對對對 就是它就連 欸小編我需要看螢幕 小編先借我過一下 謝謝 對就是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如果你出門要拍的時候 你想要眼睛比較不好的 像我好不好 像我也是屬於眼睛比較沒有這麼不好的 比較沒有這麼好的 所以呢就是接上這個 你在拍然後在看的時候也會比較清楚 然後它這個APP很貼心的地方就是 現在可能拍不太到啦 但是沒關係 就是它這個左上角的部分啊 它會寫說 你現在的這個記憶卡裡面 還可以錄多久的時間 像菲菲現在這張記憶卡裡面可以錄 呃16 16 小時 然後 欸16 16分鐘 12秒 因為現在裡面這張SD卡比較小 對 所以它是可以16分鐘 然後它裡面就是 它這邊會顯示你可以錄多久這樣子 然後基本上 很多功能都是可以在這個APP裡面操作的 大家可以 呃如果真的有購入這台的話 可以慢慢的 慢慢的玩一下 然後呢 呃這個的 基本上各種手機的型號都是可以適用的 但是呢 你在購買的時候當然還是可以看一下 它是不是跟所有的手機的型號都有匹配 然後 呃真的是 我覺得啦 有沒有看了以後覺得有一點心動 我覺得這一台 它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真的超級穩的 我們那個 穩定可以再給觀眾看一次嗎 因為我自己也是拍完以後 然後對比 我真的在自己 欸 剛剛那個是我自己剪接的 好嗎 菲菲還主持以外 還自己把它剪起來 真的 那個我用 就是看了對比的影片以後 我自己也是有嚇到 因為真的 我跟你說 畫面你只要看起來晃 就會 觀眾就會不是很想看 然後又加上 其實我自己之前有買過大支的三軸穩定器 就你們有看過吧 有很多YouTuber就用那種很大支的 可是你要帶那個出去 然後我又是這麼一個美美的人 我就要背一個超大的背包 才可以用那個 平時拿那麼大的東西走在街上 對啊 對 每個人都會看到我在用那個穩定器 不是 我跟你講我前兩天呢 就是 因為我要去買那個 我要去Home Depot 買萬聖節的佈置 我想要記錄一下 然後我就帶著我自己手上的相機去 然後就被我的家人嘲笑說 你在Home Depot拿什麼相機 哈哈哈哈 就是 有一點被路人側目 沒錯我就是拿這一台去Home Depot 然後 他們就說 你在Home Depot為什麼要拿相機 對 他已經很小巧了欸 他不是有大型相機 但是就是 這個完全不會被發現啊 你就是拿在手裡 就這樣拍一下拍一下 就比較不會被發現這樣子 哈囉哈囉 歡迎大家 對啊 所以我真的覺得這個超棒的 我自己是認真有想要存錢買一台 那我覺得大家聽到這邊 其實是真的會有一點心動 那 要去哪裡購買呢 購買的管道有哪些呢 首先呢 就是他們的DJI官網 他們DJI官網 以及就是Amazon上面都有販賣 然後他們現在的售價呢 是399塊 就是399美金 但是因為他裡面是必須要有SD卡的 就是他用的SD卡是Micro SD 可以支援到256G這麼大 對所以大家也是建議大家要買品質 稍微好一點的Micro SD卡 來跟他搭配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是在Amazon上面買的話呢 他會附贈一個128G 其實我自己覺得128G已經算是蠻夠用的啦 我自己覺得啦 但是如果你要錄比較高畫質 類似說4K就是要非常清晰的那種的話 你可以再買256G的記憶卡這樣子 對就基本上我覺得這真的是很適合手殘的人 以及我跟你講還有一種人也很適合這個 就是家裡有小孩的人 因為呢 你真的是 雖然說我自己是沒小孩 但是我看我的這個家人在帶小孩齁 然後又想要拍他們 然後就是小孩就一直這樣跑來跑去 這真的算是出門 類似說旅行啊 或是你要去蜜月旅行 我們有讀者朋友 有讀者朋友有要去蜜月旅行的嗎 有嗎?你們有人要去蜜月旅行嗎? 對就是我覺得用這個就算是還蠻 還蠻適合的 然後如果你不是 尤其又加上如果你不是很懂相機 像我畢竟就是拍影片也拍了一兩年了 所以我對相機有比較專業一點的認知 當然如果你是新手 你什麼光圈畫質 然後什麼那些你都不是很清楚的話 我跟你說 真的拍影片最重要的就是穩定度 穩定度 即使你不是要有創作你自己的影音平台 你想要記錄這個小朋友長大的過程 或是之類 或是出去旅行 你真的回頭過來看你的影片是很穩定 然後看起來畫質很OK的時候 整個就是會很賞心悅目 哈囉哈囉 要tag個朋友 對對對沒錯 好不好我們 今天不是送這一台 我們是要送下一台 只是跟大家講一下好不好 就是我們今天呢 直播這個直播是有抽獎的 所以如果大家不知道怎麼抽獎的話呢 就是現在在直播下面留言 留言tag個一位朋友 然後後面寫 每週四 Deal and Box 每週四晚上九點直播 然後記得要分享到你的Facebook好嗎 設定公開設定公開 趕快幫我們這個宣傳一下 宣傳一下我們這麼優質的節目 趕快幫我們宣傳一下 剛剛留言的字不見了 重新留一次好喔 欸我跟你們說你們趕快留喔 因為我們不是什麼明天才抽出 沒有今天 待會結束前就要抽了 所以大家好嗎 就是待會就要抽囉 待會就要抽囉 好的那以上呢 就是介紹這一台這個小小的 穩定器給大家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或是你是新手想要 嘗試一下自己的 經營自己的影音平台的話 其實我覺得不用欸 因為 因為好 偷偷跟大家講 我們家老闆 我們家老闆自己也買了一支啦 我們家老闆沒有在經營社群平台 他沒有在經營影音平台 他自己就是去旅行或什麼 他也喜歡 對他也喜歡用這個 對所以呢 但是呢 我在跟大家我們這個觀眾朋友講 最後一個 我個人覺得算是他可以改進的一個地方 就是呢 我覺得他是比較適合拍風景 就是拍拍風景 拍人像的話 除非你不介意你的臉很大好嗎 除非你不介意你的臉很大 我讓你們看一下 就是呢 這個飛飛飛飛 這樣子讓你們看一下我 等我一下喔 因為他的這個自拍的角度啊 就是只有90度 所以呢 欸 有嗎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我臉嗎 可以嗎 對 就是如果是這樣子拍 的話 就是其實人的臉 沒有到超級小 所以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他的角度 廣角的範圍比較拍自己的話 或是你要拍就是介紹的話 會比較沒有這麼的廣 但是其實整體而言在拍起來 就是如果是拍景色拍洞的物體 其實都是很OK的 沒有辦法45度腳踏上天空的那樣的感覺 就是 像泛士林妹在想過 你說 相機 我的相機是不是 好好好 趕快還給我們小小編一下 好 對反正呢 我看一下我分享了 分享了我的Live去Facebook嗎 謝謝唷 謝謝幫菲菲分享好嗎 那我們今天呢 這個菲菲幫大家嚴選這隻 有沒有覺得有點實用 好不好 如果這個年底聖誕節 還不知道要送什麼禮物的朋友 可以考慮一下 我覺得這個真的不錯 有沒有人要送我 哈哈 有人可以送我嗎 跟我們家人信心喊話一下 菲菲的親朋好友 我有點想要這一隻 好嗎 有點想要這一隻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介紹完這個 這個雲台穩定器 我們接下來介紹的這個呢 也是很厲害的 接下來介紹的 這樣好物是什麼呢 各位朋友 相信呢 現在忙碌的現代人 就是生活壓力大 工作壓力大 很容易頸椎 或是這個肩頸會痠痛 那今天呢 我們要介紹的這一個 頸椎按摩椅呢 是非常多明星 網紅他們都在用的 因為你們知道明星 他們可能日程 行程都排得很緊 所以呢 就是沒有什麼時間去按摩 但是有了這個呢 就是可以稍微 按摩一下他們的頸椎 有誰來用呢 有這個范晨晨 還有 家綺 家綺的照片在後面 家綺我也是很喜歡 看她賣東西 你們有人看家綺嗎 有人看家綺 我們讀者朋友 有人看家綺嗎 家綺她的東西 也是很種草 好不好 連家綺都在用的這個 就是這個 頸椎的 SKG 頸椎 按摩椅 沒錯 就是這個頸椎按摩椅 就是看起來有點像 藍牙耳機的東西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要來讓大家幫大家開箱一下 這有一款時尚的按摩椅 它呢 因為通常大家出門 你不可能帶那種超大台的出門吧 可是呢 可能中午午休的時候 上班族中午午休的時候 想要稍微的放鬆一下 你的頸椎 或是看電腦已經打了三個小時了 想要稍微放鬆一下 就可以 呃 試試看這個 我要請我們小編幫我拿進來 哦小編好 我看到了 好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呢 就是這台 來叮叮叮 SKG的頸椎按摩椅 好的 首先呢 我們看到這個 等一下 他買進來的時候 哎呦 等一下 我的稿放去旁邊 他呢 就是買來的時候 他就是會這樣 像是這一盒這樣子 然後呢 接下來就打開看一下 這一盒裡面 到底有哪些東西呢 哦 我跟你們說 這一盒真的今天 新的熱騰騰來的 我看一下 看過一點 加起口紅是不是 歡迎大家歡迎大家加入哦 哦 這個盒子不是太好開 好好好 等我一下哦 哦 好打開了打開了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哦 好 接下來呢 哦 打開以後呢 看到他裡面有說明書 說明書先放旁邊 不重要 也蠻重要的啦 但是 好不好 這裡面的比較重要 好用的產品就是 看起來很漂亮哦 看起來很漂亮耶 等一下我先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耳機吧 看起來很像耳機對不對 他是頸椎按摩椅哦 我先讓大家看一下 他就是有一個主機 然後呢 有一個 遙控器 有一個就是可以附帶的遙控器 這遙控器還有一個很酷的功能 待會可以給你們看 然後呢 他也是可以充電的 所以他是有一個 這個USB的充電線會附在裡面 所以呢 這一盒裡面就是這三樣東西 那這三樣東西呢 當然當然 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 這一樣 看起來很酷對不對 來來來 這個360度環繞 讓大家 讓大家看一下 他呢 厲害的點就是 我們今天介紹的東西 怎麼都這麼輕便啊 他只有0.35磅 就是 其實真的沒什麼重量耶 就你要隨身攜帶 或是上班的時候稍微 就是放在包包裡面 帶去上班 中午午休可以用 都是可以的 然後呢 他就是看起來 造型非常的像耳機 哦 而且又是白色的 好好看哦 他這個顏色有兩個 一個是紅色 然後另外一個是白色 但是我 我自己是還蠻喜歡 白色這個顏色啦 然後呢 讓大家看一下他的外觀 好不好 讓大家看一下他外觀 左邊呢 欸 是這樣子帶哦 是這樣子帶 好 左邊這邊呢 是開機孔 就是 就是按下去就會直接開機 然後呢 他下面充電的地方 是在開機鍵的下面 這裡有一個充電孔 就是你可以充電的時候 就插這個孔 然後沒有充的時候 你就把這個 推回去 讓他看起來 欸我怎麼推不回去 哦 有有有 推回去 欸 推回了回去嗎 哈哈 可以推好 推好 哦 太可怕了 這個待會 這不是我買的 這個還要還回去 哦 就是長這樣子 然後呢 最重要的就是他這兩片 按摩的這一個 呃 他是304不鏽鋼 304不鏽鋼 他其實算是 食品級的 不鏽鋼的材質 然後呢 他這個按摩的這個片啊 就這兩片 他是呃就是可以有 比較抗汗 然後防塵的功能 對就你們可以自己去Google好不好 這我都幫大家查好了 304不鏽鋼 就是FAR 比較可以抗磨 然後耐輕食 然後也可以防汗 如果你是 呃比較容易流汗的話 或者是出去慢飽的時候 會流汗 就是這個也有 比較有防塵抗汗的功能 這樣子 然後呢 好像我現在要用一下嗎 呃好像不用啦 但是哦 跟大家講 然後想說 蛤那如果這個沾到汗要怎麼辦 我跟你們說 就是用那個 獅子巾稍微把它擦一擦 或是用那種 呃有點像Robin Alcohol那種的 就是稍微把它消毒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呢 另外他旁邊的這個材質啊 是有點像矽膠的材質 但是他是比較透氣的那種矽膠 才不會在你運動的時候用 然後就就黏住 或是呃也可以抗過敏 如果你是皮膚比較敏感的話 他這個矽膠的材質 他是叫做 Silical Gel Pad 對就是比較透氣的這個材質 然後另外呢 他總共呢 是有三種按摩的模式 就是有一般的模式 就是專門讓你放鬆肌肉 每天都可以用的 然後另外還有舒緩的模式 舒緩模式就是如果你本身就是有頸部 頸部比較痛 或者是 繞枕 欸這裡有人 有人繞過枕嗎 有人繞過枕是 有人繞過枕 可以可以可以留言一下好不好 這個 欸我根本說我前兩天 才上 大概這個禮拜吧 跟上個禮拜 我買了兩個枕頭 加起來要快一百美金 因為我真的 我真的沒有騙人 我就是一直繞枕 然後我想說那我去買另外一個枕頭好了 然後又繞枕 然後我又買了另外一個枕頭 我現在家裡總共有八個枕頭 哈哈 題外話題外話 跟大家小聊一下 對 就是如果你是繞枕的話呢 你就可以用它的這個 舒緩模式 那第三個模式呢 它是 可以增進你的血液循環的這個模式 然後可以幫助你 肌肉 頸部的肌肉呢 增加一點支撐力 如果你是有慢性的頸部疼痛呢 用這個模式 它就是可以幫你比較舒緩改善這樣 而且 它有一個很棒 它不只按摩而已喔 它可以加熱 就是它呢 這個 這個板 就是它的這個 304 Steel Metal的這個板 它有加熱的功能 但是它不會很燙啦 它大概到107度這樣子 107 華氏 107度 所以基本上 是不會到太太太燙的 對然後呢 接下來要跟大家試用一下好不好 好 還沒講到 我先開機 我先開機 開機鍵 開機鍵 按下去 有聽到B聲嗎 大家有聽到B聲嗎 好開機了 好 然後呢 就放在我的這個頸部上面 然後大家想說 欸 飛飛怎麼講那麼久 還沒講到這遙控器 要講了 好嗎 要講了 對 然後接下來 它的遙控器 其實它的遙控器操作超級簡單 它就是中間有一個M M就是Mode 你可以切換不同模式 然後呢 上下就是有強度 它總共有15種不同的強度 就看你自己想要 強一點 或者是想要弱一點 然後另外呢 左右兩側呢 一個就是 按下去 它會有加熱的功能 然後一個按下去 你不想要加熱功能 你就把它關掉 所以它操作 基本上真的不用看說明書好嗎 就是 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遙控器非常的 輕便時尚 然後又好看 然後我要開始了嗎 喔好緊張喔 開始了嗎 開始 開始 現在有開始 還是它太久沒用 它關機了 喔 有有有 喔好害怕喔 因為我很怕 我一不小心開到最大 還是它關機啦 等一下我看一下 我是不是太久沒按它 喔對 太久沒按它啦 它關機了 我再開一次 喔有了有了 好 開機 喔 大家有看到嗎 然後呢 喔 喔 有了有了 你們有朋友去做過電療嗎 就是那種 附健診所的那種電療的感覺 它的 它的感覺就有點像是那種 會有 在幫你 讓你的這個 因為你知道電療 它基本上就是要讓你放鬆你的肌肉 然後它的運用的原理也是一樣就是 有點像電療的感覺 然後 讓你這邊的肌肉有那種 的感覺 然後還可以加熱是不是 可是我現在已經蠻熱 我不是很想加熱 然後呢 然後想說這個 這 遙控器這麼小 會不會帶出去 就丟掉 不會 各位朋友 你們看 登登 它吸上去了 很棒對不對 MAGIC 好像也是沒有到那麼神奇啦 但是就是 很方便 因為它就是 你直接吸上去 你就可以睡午覺了 好 你的 菲菲要準備 要去了 要去了 對 不覺得它這個 就是沒有什麼收納 或是你怕東西會不見的這個問題 對 就基本上 這個 欸有沒有人想要試看看的 我叫我們小編來試 來小編 小編 為了我們這個節目 一個月沒睡好覺喔 哈哈哈 小編來試一下 快點 小編 他今天沒有 這個小小素顏 所以呢 我不讓他上鏡 好不好 小編 小編 有嗎 有感覺嗎 覺得 沒有一件感覺 有嗎 沒有感覺 還沒嗎 OMG 你這麼強壯 我們小編的脖子很強壯耶 有嗎 它是在加油 就是有 它沒有在 就是 它沒有在震動耶 沒有嗎 這樣呢 沒有 沒有 不好意思 大家 我們小編的脖子壞掉了 我們小編脖子壞掉 脖子壞掉 沒有嗎 有啦 是不是 因為不倒電的原因嗎 我看一下喔 還是 我剛剛又關機 再一次再一次好不好 我們小編脖子沒有壞掉了 脖子 脖子還好 脖子還好 等一下我再試一次 有了嗎 有了 太大了是不是 太大了 我怕把我們家小編電死 真的 有喔 好神奇喔 你要加熱嗎 來來來我幫你開加熱 加熱加熱 誰誰想要 欸這個 各位朋友我們今天要抽這一台喔 我們小編脖子正在使用 很爽耶 可以嗎 可以可以 夠了夠了 夠了 夠了是不是 好好好 抱歉 抱歉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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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因為它其實本身是不會這麼燙 只是因為我們現在這個攝影棚啊 前面有好多盞燈打在飛飛的身上 所以就是 是一種 捐捐細流的有味道感 捐捐細流 我們家小編說 這感覺是捐捐細流好嗎 對 所以呢 這真的是 蠻有趣的 而且而且 不是啦 主要是因為它真的很輕便時尚 就是你丟到包包裡上班 或者是你去慢跑 你去慢跑的時候 然後你去慢跑可能在公園坐著休息一下 你就可以稍微用這個 而且我跟你們說 其實頸椎啊就是你可能像我常常落枕好不好 像我這常常落枕的人 我看一下喔 遙控器吸上去跑步會不會掉 不會不會 好不好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可能不會跑這麼大力啦 但是呢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它那個吸的 吸的效果其實算是還OK的 所以其實 應該沒有人會帶這個去 請不要帶這個去彈跳床 好嗎 沒有沒有沒有 你可以慢走一下 對對對 我們看這個我們畫面有沒有 它也是帶著這個一起去運動 然後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除了介紹這個產品 我真的強力推薦 跟大家又提外話了喔 抱歉 大家稍微聽一下 但是這真的是菲菲的切身經驗 跟大家分享 就是呢 我們的頸椎啊 其實就是會影響到我們大腦的運作 你們有人知道這件事情嗎 是真的 尤其是如果你又常常會有容易偏頭動的朋友 你真的就是可以早上起來的時候 因為像我就是很需要早上起來趕快頭腦清醒的人 所以呢我早上起來我都會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用手輔助 然後數個十秒 然後搭配深呼吸 一定要深呼吸 為什麼呢 因為深呼吸的時候你的大腦才可以得到氧氣 所以你整個人就是做完這個 然後放鬆 就是換邊 然後就深呼吸這樣子 你就大概做個兩分鐘 我跟你們說你們現在在看這個 明天等一下看完去睡覺 明天早上起來就給我做 真的會有差 因為我以前也是 起來 然後就開始做一些事 喝咖啡什麼之類的 但是呢 真的早上後來起來以後 就是我有做這個 就是整個人 真的會覺得頭腦比較清醒一點 還是因為我平常頭腦就不是很清醒啊 其實會這樣嗎 所以我做的才有差 好不好 這推薦給我們讀者朋友啦 如果你是也會容易或偏頭痛的情況的 這個出現的話 真的可以試試看 早上起來的時候這樣子做 然後當然啦 當然就是也是可以搭配這個 就是它其實是每天都可以用的 然後它是建議說 就是因為它一次開機使用 就是30分鐘 然後你如果把它充飽電的話呢 它可以用8次 所以其實算是蠻多次 你可以早上起來的時候 準備的時候 稍微用一下 然後可能午休 上班午休或是Lunch time的時候 再稍微休息的時候用一下 然後晚上 可能睡睡覺 睡覺前洗完澡 因為洗完澡 身體不是會熱熱的嗎 再用這個稍微用一下 對 就基本上整個對你的頸部的肌肉 也比較不會這麼僵硬 然後切記這個 用這個的時候放鬆 你不要再一直滑手機了OK 其實我們這一趴直播看完 就要去睡覺了好嗎 對 那以上呢 現在就先開始做 現在也可以開始做 真的 我是說什麼說真的啦 雖然說 飛飛不是什麼中醫啊 或是什麼運動學這些 但是我自己做起來是非常有感覺 因為呢 又是小小題外話 應該可以跟我們的觀眾聊題外話 沒關係吧 就是 因為我常常這個 現在大家知道婚禮季要到了 然後飛飛周末就是需要去跑一些婚禮的工作 所以呢 我都要超級早起 然後晚上都很晚回到家 所以我早上的時候 我就是要 就是要逼著自己 趕快頭腦清醒 才可以開始接下來一天的婚禮工作 好嗎 我也不想要毀了其他新娘的婚禮 所以呢 真的 我自己這樣做下來 我覺得還蠻有用的 然後 剛剛講了這麼多 大家 記得趕快留言 因為我們今天要抽一台喔 我們今天要 這個這個 這這麼棒的我們要抽一台 這個呢 在Amazon上面的 售價是多少呢 99美金 好嗎 白色的這個機身呢 是99美金 所以大家想要 免費得到這一台的話 在最後跟大家講一下 趕快現在在直播下面留言 tag一位朋友 好不好 tag我也可以 tag我 然後呢 旁邊寫 每周四晚上9點直播 OK 我們待會節目最後馬上就要抽出囉 不是明天才抽 沒有 待會你就可以知道你自己有沒有得到這一台 好嗎 好的 那我們就 沒錯就是這一台 按摩器分享給大家 你們有買過那種 因為 買過很沉的那個大的 但是到哪裡都不好帶 對不對 都是大的像跟大枕頭一樣 就是大骨頭一樣 而且我還買過 我還買過那種可以換頭的 就是他是專門給肩頸用 然後你可以換他的頭 結果我搬家的時候 就那些頭都不好去哪裡 就頭都不見了 對啊 就 我覺得這個就是很輕巧實用 欸觀眾朋友你們 有留言了嗎 有留言不錯對不對 Sara有覺得不錯嗎 對啊 就我覺得這個就是輕巧 然後又時尚 然後看起來好像又不會像是那種很笨重的 大台的按摩椅這樣 然後所以如果家裡有這個長輩 或是有 爸爸媽媽的 我覺得就是聖誕節前也可以送一台這個 因為 這個長輩們好像都蠻喜歡按摩的東西 我打算要送這一台給我其中一位家人 我有一位家人是在做髮型的設計師 我覺得他非常需要這個 好不好 這個提供大家一個參考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我們日次的開箱這個 好的 接下來呢 剛開箱了兩個使用的東西 接下來我們 雖然說現在即將要睡覺了 但是呢還是可以先抱一些吃的東西給大家 接下來的這個節目呢 我們要抱給大家的是我們洛杉磯的本地優惠 也很affordable對不對 對啊 Sara我覺得這真的很不錯欸 因為 就99塊就是覺得中階價位 然後 實用性也很ok 然後 充 充電充飽了 你可以用 你可以用這個 八三二十四 二十四 兩百四十分鐘幾小時 四小時 好謝謝 好不好意思 菲菲菲剛講太多話 已經腦缺癢 深呼吸一下 好做一下肩頸 做一下肩頸運動 真的喔 明天早上起來要做 接下來呢我們要抱給大家的這個本地優惠呢 是我們也可以在LA吃到正宗台灣的夜市美食了 雖然說現在呢也是有很多這個各種各種各種亞洲的小吃都在都在LA可以吃到但是呢我們今天要跟大家推薦的這一間呢是秋家餐館 秋家餐館他們呢 呃 大家 現在留言喔 你最喜歡吃的台灣夜市小吃是什麼 你們現在留言 可以還沒去過台灣對不對 沒有 我們小兵還沒去過 好多康熙來的台灣夜市超慘的 好想去 你最喜歡的是什麼 顏酥雞 顏酥雞嗎 對 我跟你們說我上次帶我一個美國的朋友去台灣玩 然後呢他最喜歡吃的竟然是炸杏鮑菇耶 炸杏鮑菇 台灣人應該很有共鳴吧 想說 好特別的一個選項 沒有吃過 可是光聽名字覺得很好吃耶 通常不是大家都會想說可能 來個牛肉麵或是什麼豬血糕這種的 沒有沒有 我朋友最喜歡的竟然是炸杏鮑菇耶 我們有獨自的朋友最喜歡 地瓜球我也喜歡 我好久沒有吃地瓜球 宜蘭蔥油餅 宜蘭蔥油餅好不好 菲菲是宜蘭長大的孩子 有觀眾朋友跟我一樣的也可以跟我揮個手 那我們今天要推薦的這間也是正宗的台灣美食喔 它是這個秋家餐館 他們家主打的就是夜市一定吃得到的鐵板燒牛排 喔我好想吃喔 鐵板燒牛排 各位朋友 如果這個你們要即將去台灣玩的 或者是就是要去台灣觀光旅遊 你們去夜市吃牛排記得一定要點紅茶好嗎 其他都不行 什麼啤酒那都不配 最配的就是鐵板燒牛排和紅茶 這兩個是最配的 剛好我們秋家他們的這個經典菜色之一 看起來好好吃喔 明天禮拜五有沒有人下班要一起去的 有嗎有嗎 對就是他們家的這個牛排 然後他是12.99塊 超級大塊 然後呢 他這個鐵板呢也是 真的是很台灣味耶 這是一個非常台灣味的感覺 還有什麼 我看一下喔 鹹酥雞起司馬鈴薯控肉飯嗎 你們可以再留多一點 我待會又要吃宵夜啦 怎麼這樣子 除了牛排以外呢 他們家還有海陸全餐 然後海陸全餐就是牛排 豬排跟雞排魚排 就是你可以自己mix and match這樣子 然後總共是16.99 那除了他們家比較招牌的這個 鐵板的肉排以外呢 還有就是他們的便當 便當 我看一下可以 可以那個 你們國內有在賣便當的嗎 可以叫盒飯 叫盒飯是不是 喔對 就我覺得便當 也算是蠻經典的 去台灣觀光旅遊 也是必須要吃的一樣東西 然後當然他們還有很多類似什麼 臭臭鍋 我看一下你們剛剛念的有沒有喔 大腸麵線士林上海水 欸這位觀眾 Alvin Alvin他很專業 他直接講出那個店名 士林上海水煎包 OK請任命這一間 真的我跟你們說 真的我 我年底也要回去一趟 然後也想要在台北吃一下 所以大家也可以推薦我好嗎 然後還有什麼他們還有 邱家餐館他們還有炸蚵仔酥 蚵仔酥字要怎麼講啊 Oyster Fried Oyster 柯子酥 中文有人這樣講了嗎 普通話是叫柯子酥嗎 柯子酥 還有臭豆腐 還有鹹酥雞 苦瓜排骨湯 哇全部都有 我的老天啊 那邱家他們的這個優惠時段 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 Happy Hour 他們有Happy Hour喔 他們優惠時段是 星期一到星期五的 三點到五點的時間 如果呢 你是買他的鹽酥雞燒烤類 買十五塊的話 然後再配他們的紅茶 或者是一些古早味的紅茶 或是墨香奶茶 墨香綠茶奶茶等等 你只要買燒烤類的東西 買十五塊 然後飲料他是 買三 什麼東西送茶 就是三個茶 我看一下喔 三選二是不是 所以就是三個飲料裡面 你可以選兩杯 是這意思吧 是這意思嗎 十五塊 然後你可以選兩杯飲料 其實還不錯啊 對啊 好不好 我想一下 明天三點到五點 我們可以偷偷溜出去買一下 偷偷溜出去買一下 然後呢 還有這個優惠活動 還有另外一個優惠活動呢 就是你如果每週的消費 就是你去那邊吃飯 然後你消費的金額呢 有滿三十塊的話 他會有免費四送一的一個菜品 就是他們有四樣菜品 類似說雞排 鹹酥雞 然後地瓜薯條 跟脆皮豆腐 你只要點滿三十元 他就是會 這四道你可以任選一道 免費送你這樣子 然後呢 接下來的福利 其實只有我們挖靠的讀者才有的喔 挖靠的讀者聽好了喔 什麼福利咧 什麼福利 就是 在十月十五號到十八號的期間 你就是秀出這段直播 或是現在趕快截圖 好 截了嗎 截了嗎 好 截圖 截圖 然後呢 拿去抽獎餐館 跟他說 我是挖靠LA的讀者 可以 九折優惠耶 欸 九折優惠 感覺很不錯耶 對啊 九折優惠 oh my god 是 不管點多少都九折優惠是這樣嗎 是 是點多少 喔 好好 大家剛剛有沒有截圖 這聽好了喔 只有我們挖靠讀者有的喔 好不好 趕快現在就是截圖 然後十月十五到十八號期間 你有去秋家餐館吃的話 秀出你的截圖 跟他說你是挖靠LA的讀者 你可以得到全店九折的優惠 OK 然後呢 他們是在Roland Heights的這個 大家也可以上網Yelp看一下 然後他們營業的時間呢 是早上十一點到晚上的十點半 是可以收信用卡的 而且他們的這個後 就是餐廳的後面是有停車場 所以大家可以去吃 我看一下喔 因為吃素的嗎 臭豆腐啊 臭豆腐可以吃一下 我看一下 這是誰 Sarah 要吃一下臭豆腐嗎 臭豆腐是素的吧 對吧 對吧 臭豆腐是素的不是嗎 對啊 臭豆腐是素的 可以吃看看 還有炸梅子地瓜薯條 Severa你一定要去吃 真的 我不是在開玩笑 因為我最喜歡吃的夜市小吃喔 我覺得炸地瓜球跟那個地瓜薯條 我兩個有點選不出來 對 所以呢 對對對記得趕快幫我們截圖喔 截圖去秋家餐館可以得到 九折的優惠 好的 接下來呢 吃完東西了 我們可以來稍微小小的逛個街 我們有女性朋友 在Walk Out的讀者朋友 女性朋友 趕快 好不好這一趴趕快 寫在你的Google Calendar裡面喔 因為呢 你們知道最近要換季 有很多這種時尚的廠牌嗎 時尚的服裝潮流品牌 都在換季有很多的sample sale 那我們今天要報給大家這個sample sale呢 是叫做Oscar de la Renta的這個品牌 這個品牌呢 可能不是非常多人知道 但是呢 這個品牌它的設計師呢 他其實以前就是有在巴黎世家 然後有在Dior 有在Lonving 還有在Elizabeth Arden 這幾個大的知名的時尚品牌公司工作過 然後他後來自己出來開的這個品牌 就是在我們美國當地的品牌 然後他們近期呢 是有一個sample sale的活動 是什麼時候呢 是在10月15號到20號 就是下個禮拜三到禮拜日的時間 然後裡面可能就是會有 呃 女裝鞋子包包 珠寶 童裝連婚紗都有欸 我的老天爺啊 真的是 要tag一位朋友 我看一下喔 剛剛有誰 Cody Cody這個 欸不是Cody嗎 我看一下是誰喔 是誰那個忘記 忘記tag朋友是不是 忘記tag朋友的人 記得幫我們tag朋友 我們現在小編 很認真的在幫大家做這個抽籤 待會節目後面就要抽出來了喔 好不好 對那我們現在螢幕上看到的呢 就是這個Oscar Sorry Oscar Della Renta的 他們的sample sale 然後會在哪裡呢 會在 Beverly Hills的 那一個名品街區域 我們會把他的詳細地址 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去看 然後是下個禮拜二 欸我看一下喔 禮拜二嗎 對禮拜三 禮拜二 禮拜二到禮拜天 然後禮拜二的時間 是早上 10點到7點 禮拜三到禮拜六 是早上11點到晚上7點 然後禮拜天是 早上11點到下午4點 然後我們 他的這個 就是他的地址 我們會放在下面 然後在他這個附近呢 是有一個公共的停車廠 他是前兩小時免費 所以大家就是趕快手刀去 然後趕快東西抓一抓 然後兩小時內再去牽車的話 停車費是可以免費的 所以呢這個小小 小小的一個這個tips 送給大家 OK 好那接下來呢 欸我是說 我說一下 你們有去過 什麼品牌的 sample sale嗎 我知道那個 那個什麼 有一個很有名的鑄鐵鍋的品牌 叫做 The Crusade 你們有人在煮飯嗎 我們導播小編都沒在煮飯 哈哈哈哈 有的 有 就是那個鑄鐵鍋的 一個鑄鐵鍋的品牌 我們應該會有觀眾知道吧 有觀眾知道那個 那個 The Crusade嗎 是這樣發音嗎 的這個品牌 他們也是有 我之前有去他們的sample sale 然後真的是逛得好開心喔 因為他們東西其實也是 原本也是蠻貴的 反正anyway就是報給大家 我們這次的這個sample sale 是一個時尚品牌好嗎 快來一起買 快來一起買 快 那個Yogi嗎 Julia嗎 Julia記得要 要幫我們留言 留言 Deal and Box 每週四 晚上九點直播 大家可以抽獎 抽獎待會要抽這一台喔 我們節目快要進入到尾聲喔 還沒有留言的朋友趕快留言 那接下來呢 剛剛我們吃完了台灣的小吃 然後又去逛了街 逛街的時候 如果你是陪女朋友去逛街的話 你不是很想逛的話 好不好 你可以去吃一下 喝一下啤酒配雞肉 這個週末呢 最火辣的美食運 美食活動 就是在這個Arcadia這邊 這邊的有一個活動 它是飾飲的活動 是嗎 是嗎 我們小編是嗎 精釀啤酒節 是嗎 是飲食活動 飲食活動 因為它可以免 就它可以交完那個 入場費的話 可以吃雞吃 還有飾演很多不同的啤酒 喔 而且它是 應該是特別釀道的 喔 Draft Beer那種的 喔 是在哪裡呢 就是在這個 那個區域 就是什麼六二六夜市 也會在那邊辦的那個地方 對那裡呢 就是這一個星期六 十月十二號 早上十點到下午四點 它的門票呢 是四十美金 就是你買這個門票進去 就可以先 先吃一個雞翅 以及一杯Draft Beer 然後呢 優惠活動呢 就是如果你是在 在它的網路上購票的話 立馬 立馬 減十塊 所以呢 大家如果你是想要現場買的話 就是四十 可是你如果要在網路上 直接買票的話呢 是 可以省十塊 所以是三十塊 但是呢 如果 因為這畢竟是一個 啤酒配美食的活動 所以呢 參加者是必須要年滿二十一歲以上的 然後你如果是兒童 就是你吃爸爸媽媽帶小孩去的話呢 它是有一個專門for兒童的座位區 所以可能小朋友要先必須要在那邊等待 然後還可以順便在那邊看賽馬 然後他們因為是星期六嘛 星期六當天早上呢 第一輪的賽馬是十二點半 然後 建議大家可以穿著舒適 然後舒適的鞋子 然後據說這個活動呢 他們從以前到現在 無論下雨或是大晴天 或者是地震來 好不好 都會照常舉行 所以呢大家就是不用怕什麼 會取消或是門票退票的問題 沒有沒有 他們就是刮風下雨都會舉行的 所以呢以上就是 我們最後一個 給大家吃雞翅配啤酒的活動 送給你們 好的 以上這幾個呢 我看一下喔 我心動了一起買 知道 喔Carol你也知道那個 那個sample sale都對超級超值的 真的 喔有沒有覺得 我看一下喔 很努力 好 我們最後 今天跟大家開箱什麼 你們還記得嗎 有人記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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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 就是這個好用的 這個Vlog的像 這叫什麼 雲台穩定相機 口袋雲台穩定機 拜託啦 有沒有菲菲 就是有想要買他們家的穩定器 可是後來我看到這個以後 我又好想要買這個喔 我超級想 有沒有菲菲的親朋好友 拜託 拜託 如果有看到的話 好不好 菲菲也快要生日了唷 跟他們講一下 好 菲菲快要生日了 跟你們說一下 對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待會要來抽獎的這個 按摩椅 超級實用 時尚 然後又輕便小巧好攜帶 而且價格也不會太高昂的這個按摩椅 就是這個SKG的按摩椅 然後待會 待會我們要抽這個耶 我們觀眾朋友 你們會比較想要這個 還是想要這個 怎麼辦 我兩個都好想要 怎麼辦 我自己講 導播你自己覺得哪一個 你會比較實用 這個嗎 這個 你喜歡這個是不是 好喔 好喔 你喜歡這個好吧 按摩椅就送給你了 按摩椅要給我 是不是 我希望我可以抽中 我剛剛tag你耶 我剛剛tag我們導播 好 那大家 如果喜歡我們今天的節目的話 記得趕快幫菲菲分享出去好嗎 然後呢 如果你們有想要看 菲菲在開箱什麼產品的話 好不好 趕快也是在留言區裡面跟我說 都想要是不是 這是誰 溫子嗎 還是溫 欸這個怎麼唸我不會唸 你們有人看到他的名字嗎 呃 徐 可愛小徐 小徐 小徐 我叫你小徐好不好 小徐 小徐 小徐都想要嗎 我看 我應該超過200 我唸的老闆可以 喔真的齁 好好 希望我們 希望我們這個有一期可以衝一下 拜託抽我 兩個都來抽獎好不好 我們今天 先第一集 好第一集先抽一個 之後還會 陸陸續續 對 陸續續我們會 陸陸續續 我們會幫大家 拗到很多的優惠 所以大家記得要在 星期四 以後每個禮拜四晚上都可以看到 菲菲在這裡跟大家見面 所以星期四晚上九點 記得要幫我們鎖定一下好嗎 然後就是 洛杉磯當地的吃喝玩樂的消息 我們也都會 報給大家知道的 都喜歡嗎 喔是念文詞 是不是 好的好的 我以後會念對的 那我們小編我們已經 好我們要倒數囉 再講最後一次 好嗎 現在再看我們直播的朋友 再跟大家講一次喔 分享直播 然後在這個直播的下面留言 tag一位朋友 tag我 也可以 然後旁邊寫 Deal and Box 每週四晚上九點直播 OK 我們要即將要倒數囉 趕快趕快 我在等你打 我等你打 我等你打好趕快送出 我們要準備要倒數十秒 我們要請小編幫我們有一條留言截止線 好嗎 然後我們就要準備要來抽獎囉 大家要一起倒數一下嗎 預備唄 我要放一下我的音樂 好 我們五四三二一就可以了啦 好不好 好預備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我們小編 小編 拍手喔 好 截止了 我們小編現在已經幫我截止了 你有個朋友跳進來了 抱歉 Sarah好不好 就跟她說要等下一次了 等下個禮拜才可以了 好 那接下來呢 這邊要來幫大家抽出了 我們今天留言的朋友有幾個啊 有幾個 我們小編大概有 超多的 有二十幾個嗎 有嗎 很多 超過是不是 啊 我很想要抽 欸有寫我齁 有齁 我第一個留言的咧 我第一個留言 你是不是沒寫我 你真的很壞 你這個壞人 很壞 壞 壞同事 好 好啦好啦 我要有折扣好嗎 好 大家準備好了嗎 我們要來抽出了 好緊張喔 對啊 等一下 我問一下 我們這位朋友抽出來以後 是要聯絡我們後台小編 還是我們小編會去聯絡他 有 資訊我們 好 資訊我們 那他現在不在沒關係嗎 現在要在喔 要在嗎 要在齁 如果抽到的話就麻煩請他留言 好 如果抽到你的話 好不好 留言 我在這 這樣OK 好嗎 因為我們都是寫你們的Facebook名字 所以其實基本上會看到是你 阿如果不在我們就要把機會換給下一個人 是不是 是這樣嗎 我現在已經抽出來了喔 給他一點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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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他在洛杉磯人脈廣不廣 夠廣的話馬上摳進來 好 我們恭喜這位讀者朋友是誰呢 叮 是 娟娟利嗎 對嗎 是娟娟利 娟娟你有在我們的那個 是娟嗎 等一下喔 娟娟利 娟娟利 有嗎 我好像也有聽過這個名字耶 有嗎 我們娟娟 萬一娟娟不在怎麼辦 萬一啦 萬一 萬一 萬一娟娟不在我們是要 要讓給我嗎 娟娟 如果妳沒出生的話 我們要讓給別人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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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娟娟我給妳五秒 我給妳五秒 趕快回來 所以 有嗎 娟娟來了 恭喜 娟娟我們要送妳這個按摩椅 恭喜恭喜 趕快喔 趕快失去我們小編好嗎 然後跟他說 我抽到頸椎按摩椅 然後我們小編就會跟你聯絡 那今天沒有抽中的朋友呢 也不要回心 因為我們今天只是第一期的節目 我們先小小送一下 我們如果第一集就送太多東西 這樣子真的是划不來 沒有啦 對對對 然後大家如果想要看什麼產品的話呢 也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好不好 就是跟我們說一下你想要看我們挖靠來幫大家評測 或是開箱怎麼樣的產品 或是你們覺得最近很有趣的產品 也想要讓我們開箱看看的話 都可以在留言區裡面幫我們留言一下 那就謝謝大家今天來看我們的節目囉 記得喔 是星期四晚上九點要follow我們的Facebook跟YouTube 然後其他的平台呢 像我們今天跟大家報的優惠 也都會在我們像是Instagram 或是WeChat上面呢 會再重新的幫大家 在對Post整理過 所以大家記得要跟我們幫我們追蹤好嗎 好的 那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節目 請問我們小編還有什麼要跟觀眾喊話的 有嗎 就是 下禮拜要是來收看喔 沒錯 好不好下禮拜我們會有更棒的商品 下禮拜商品其實我剛剛已經偷偷知道 但我不想跟你們說好不好 因為是很棒的產品 我自己也很想要 我自己也很想要 欸不行這樣子走 這樣子我們每期都想要欸 那裡辦公室每個人發一台 對啊 老闆我知道你現在在看這個節目 你也會看回放 我也會督促你的朋友好不好 督促老闆的朋友 催促他 要給員工一些優惠 好 那就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就下個禮拜見囉 大家掰掰 晚安 阿的話 我們要不要嚇到 現在是要節目 啊 長當天 我們要看 他們 我們要找到